第七十九章 老子就提醒我们 一个真正有德的人 你修德以待就好了 把自己先修好嘛 君子恕其位而行不怨乎其外 所以在左契章里面 就引用当时的社会的一个借贷的习惯 来表示修德的好处 他说何大愿必有愉悦 安可以为善 何大愿 今天我跟你之间有了冲突了 我对你积怨已深了 后来透过别人的一个劝导 我们两个好像看起来握手言欢的 请问你那个裂痕在不在 所以不要认为 哎呀我错了我事后道歉就好 他终究裂痕会在的 那他怎么会安可以为善 他怎么是上上之策是最好的呢 一开始就不要去跟人家结怨不是更好吗 这是谈我们立身处事 你与其亡羊补牢留下一些弥补的痕迹 你为什么不一开始的时候 你就防患于未然吗 你不逞刚报之气 你就不会在人际关系上失和吗 你不像毒夫一样一意孤行 你做事成功的几率就大了 这谈我们个人的修身 那第二个我们在看一些戏剧节目 不是有看到吗 几个国家在交战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大国出来要去仲裁吗 就会产生会蒙 你看战国时代多少会蒙 那个会蒙就是我做一个和事劳啦 A国跟B国打仗啦 两个意见不同利益冲突啦 两个要开战啦 那我西国就跳出来做和事劳 你也不要以为这个西国人这么好 他也不过在做和事劳的时候 他要谋一己之私啊 你看战国都会看到这个奇怪 这个情况 那当时如果做和事劳 也无非就是跟你分析嘛 A来打你或者你去打A 你打得过他吗 B国如果比较弱 他就告诉你你打得过A国吗 你打不过他的时候被他给灭了 你连国家都没有了 那跟A国就讲啦 你如果把这个B国给占有了 你认为其他的帝国会饶得了你吗 他会群起围攻你啊 所以你又何必要去打他呢 那在这种调和的过程里面 也是以他们个人的利益啊 做一个引导的方向 不是真正叫他们打消侵略 其他国家的那种动机 是告诉他 你有可能打不赢的啦 何必要劳民伤财呢 那就算你打赢了 请不要忘记哦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 其他国家会联合攻打你啊 因为看你在扩张领域啊 他们不甘心啊 那眼红啊 那你何必呢 请问 这样的一个劝和 是真正的解决问题吗 没有啊 因为打与不打 都是考量自己国家的一个利益 并不是把那个 攻城掠地的动机 完全给他消除掉 而出来做调节的人 也是希望能够在你们双方取得一个信赖 那将来我要做什么事情 我就容易集结你们的力量 各怀鬼胎啊 他另外还有一个含义 就是你上位者不行人证 你搜刮民财 老百姓积月已深 上下之间有了一个裂痕 就很容易让一些居心不振的人 他可以借由新兴之火 就把你这个国家给推翻掉了 所以你上位者 一定要照顾于黎明百姓 那还有 所有今天不论我们个人 或者国家 那个施德 如果是居心的 刚刚提到两国交战 霸占的原因 是考量自己国家利益 第三国的调停 也是考量自己的利益 那贼末大于德有心 你所做的好 居心都不振了 所以谈论到一个最原始的出发心 安可以为善 他就回到各位情形 我们做一切利人的事情 都不要忘了看住自己的念头 你看习惯就好了 你看习惯了 你就会很容易在跟层相遇 你动一个念 你做一件事情 或有一个声音告诉你 你的动机在哪里 很快你会发觉 你的动机是纯正 还是别有用心 别有用心 你就开始要进行什么 进行口析 开始进行进化的动作 这个就是第一宝的功能 反文文字信 悬光内照 不再往外去看 学会看自己的念 所以圣人只左气 而不择语人 于是老子就用当时社会风气 借贷之间的关系告诉大家 圣人在修德的时候 完全出于无心 完全出于无心 无心者无为也 以无我之心行利人之善 反而能够改动感动别人 去认同他的作为 去取法他的行为 而达到了 劝化世人的一个目的 讲到左气章的时候 是用圣人修德以待 而不强求于人 那为什么用左气来讲 他是讲到过去的人 在借贷的时候 我要有求于你 我把一分的契约书 然后撕成两半 左半部交给那个债权人 比如我要找廖姐去借钱 我就拿着左半部给廖姐 然后请你借多少钱给我 然后到有一天 我约定的还钱的时间到了 我拿我的右半部过去 跟你的左半部合在一起 我把钱还给你 那我们彼此之间的借贷关系 就划下一个句点 所以从借钱到还钱 都是别人主动的 注意到没有 强调的是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也有契约 然后我们是一事两份 然后借钱的时候 说得很好听 要还债的时候 你就找不到债务人 那这是另外一段 我们不谈这个 我们只谈 用借贷的关系来代表 都是别人找上门的 那真正有得的人 他不去主动要求别人 这个叫做圣人指左弃 而不择于人 不是我要求你拿契约来跟我借钱 然后到了约定的时间 我也没有拿着契约到你家去要债 是你拿着右半部 自动把钱拿来还给我 然后把左半部的契约给取走 就是两者的借贷关系 怎么到告一个段落 所以由头至尾 圣人都处于被动的状态 这是在谈什么 国家的上位者 不断的扩张自己的私欲 无故于黎明老百姓的需求 予取予求 却希望百姓 能够避其一身为国效命 尽忠于上位者 你自己本身得不足 无法去感动百姓 却只是片面的要求对方 你认为百姓会心服吗 他一定心不服 就很像我们在家里面 我们立了很多的家庭的规矩 要求我们的下一代 可是我们自己呢 我们做不到呢 在儿女还小的时候 他不能反抗 大一点的时候 他就心也不服 口也不服了 我印象最清楚的就是 以前我在教孩子的时候 我的女儿一路的抚养过程 他就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人 他自我的约束很好 真的很有规矩 我常讲老天送给我一个得力的帮手 糊里糊涂这个孩子就长大了 可是那个儿子跟他的姐姐 个性截然不一样 对客户的一个自我的要求 永远往后面看 他唯一的好处就是不会忧郁症 我跟我先生开玩笑嘛 我说他没有忧郁症 我都得了躁郁症 因为他永远乐观以待 考不到60分告诉你有40分的 考了40分他告诉你有20分的 考了20分他说你不要担心 很多压蛋的人 他永远跟后面比 所以他永远活得很自在 现在想一想 养出这样的孩子也好 总比那个想不开 跳楼解决自己生命的孩子 带来的伤害 他要轻多了 这个是在两拳相较之下 取其轻啊 可是你在抚养过程就辛苦了 我就曾经要求 以前只有三台 七点半所有的电视 就是电视不准看就开始进入到房间读书 他就开始有抗议 他又不找我抗议 他就找他爸爸抗议 你知道爸爸平常是隐形人不出身啊 他就认为不讲话的都是善类啊 却不知道有没有 这个严妇慈母都是一人扮演的难为之处 他就在讲 哦都不让我们看电视 爸爸你也常常在那边看电视啊 为什么你能看我们不能看啊 我先生就讲 爸爸累了一天很辛苦啊 对不对 从上班回来就是要看看电视轻松轻松 他也很厉害啊 他对我就不敢讲了 他就跟他爸爸讲 我也很辛苦啊 我早上就要去上课 迟到要被罚站 考试考不好也要被骂 我一天也很辛苦啊 那为什么你可以看电视 我不可以看电视 当我的先生表达这个意思以后 把他的意思传给我 说那很简单 你也不要看电视 因为很简单 他没有礼物 你不能跟他讲道理 他不懂 他确实认为他很辛苦啊 因为常常忘记带东西 妈妈又不肯送 就罚在外面 头脑IQ又不高 常常考不好有没有 老师就跟你罚站 他确实活得很辛苦啊 很艰难的岁月啊 我跟我先生讲 道理是不通的 只有你不看 我哪有这种事情 我说如果你要教养出下一代 这个规矩就照做 从你自己本身做起 你不要说你的理由在哪里 因为小孩子不会体调 你把他养成习惯了 你会发觉 与你而言也有好处啊 刚开始确实很 要一段时间 时间到了 他就会什么 电视观的速度很慢 然后如果先生晚一点进房间 他就会去客厅找个理由看 爸爸是不是在客厅看电视 那个小鼻子小眼睛的心态 开玩笑 孙悟空跳过如来 活得手掌心啊 所以我就跟我先生讲 你不看电视 请你进到主卧室 我们一起看书 你看公文 我们看书 家里就一口四 一家四口都坐在里面 他就不会出去 以后就养成习惯了 都是执着气而不择于人 就是什么事情 都是回过头来 要求自己 要求自己 你唯一能够掌控 能够做主 就是修自己的德 你如果修德 人家的明星自然归向给你啊 这个叫做执着气而不择于人 不要自己做不好 尽要求别人 然后 这个我已经讲了 就不用再解释了 所以上位者 如果诗人证 照顾百姓 以德福人 就远比你设立的这么多 多如流氓的法令规章 约束百姓的行为 你还达不到效果 以德福人才是上上之策啊 这才是让老百姓 不要有民怨沸腾的那一刻啊 因为他无从怨起 因为你已经在施政的方面 处处考量百姓的需求啊 所以讲 何大怨必有余怨嘛 你等百姓的那个抱怨 已经诉诸于行动了 你再想要把它弥平 他已经来不及了 毁之晚矣啊 所以有德施器 无德施策 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 一个真正有德性的人 就好像拿着左气 左气也是那些债务人送过来 主动要求要跟你借贷 他还债的时候 也是主动拿右气 来跟你的左气合 圣人都是站在一个被动的 他没有要求你一定要过来 没有要求你要靠过来 是圣人有德 所以百姓不约而同的 敬者月圆者来 纷纷就往他的身边去靠拢 什么叫做无德施策 这个策就是税法 执掌国家税收的人 通常都不得人家的欢迎啊 为什么看到你就是来要债嘛 就是来要钱嘛 他是形容那些上位者 你不修自己的德 你不去正本清源 去解决这些民怨 让百姓不要去为非作胆 让他们在这块土地安居乐业 能够很乐于坐于 你国土里面的一个百姓 你不从这个地方去着手 去只是像一个有没有 像一个掌管税法的人 不断的追着对方去要钱 你不施人证 你逼着百姓 为非作胆 然后再用刑罚约束他们 去制裁他们 你不知道百姓今天的走投无路 就是完全你逼出来的 所以有德施器就是我施于人 我不择于人 我不要求别人付出 无德施策 就是我只要求别人付给我 但是我完全不考虑我自己的作为 我们一直讲化人心为良善 而我们自己本身 真的让别人知道我们是一个修行人的时候 别人会认同我们的行为吗 我们在亲戚之间 我们在邻里之间 不要讲道场了 因为在道场我们都展现出一个最美好的一面 我们讲私底下 同修道办看不到的那一刻 我们真的可以在别人眼里 是成为一个受人欢迎的人吗 无愧于修道人名声的人吗 后学有一天做错事 我把那个鸡唇的垃圾 那天有没有 好久以前 我就随手 因为用我一小包 我就随手丢了 丢的时候也没有想到 给人家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 结果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 大概四五个月 那有一天他们在闲聊 就提到后学这一段故事 他们讲完以后就跟后学讲 哎呀不好意思啊 只是提醒你啊 我其实第一个念头是觉得很内疚的 可是你们知道我第二个念头是什么吗 那个乱丢又不是我一个人就那么一小包 那个丢一大包的你们都看不到 那个丢一大包我一个月也丢不到那个地方 那这么一小包你们都就谈我 你们就不谈那个人 第一个念头我觉得羞愧 那是良心 第二个念头我有一个反击的心 你知道吗 恼羞成怒了 所以我就从那个念头的变化里面 我就发觉 当那个失我的心没有去掉 当我个人的利益受到损伤 什么叫做受到损伤 有不好的一些的批评到了我眼前的时候 我还有那种反击的心 我一直讲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明明自己错在先 但是还有强辩 而且还要五十步笑百步 拉一个更糟的人跟我再比 那我跟我那个儿子考二十分比鸭蛋 又有什么差异呢 一样的道理 后学举这个例子是告诉前嫌 不要认为我道理讲得多 我道场走了这么久 讲人一说道都台上台下 我的一切都是照规矩来的 不要以为你到底这么会讲 你大概就八分不动 八分不动最少阿罗汉 眼前连虚脱环都不是 所以我才说你要看住自己的念头 不要认为德性一定与日俱增 为什么后学一再强调 发现你真正潜尝的隐为念头 你常常会觉得很羞愧难忍的 因为你发觉你不如你预期当中 修得那么好 所以再过了差不多几天 他们来跟我 哎呀不好意思不是故意的 我说我都觉得很难为情 不会再犯第二次了 都以为做的神不知鬼不觉 有没有就随便丢一下就好 哪知道社区都有录影镜头 可以随地丢垃圾 这还要教吗 一知一行吗 那为什么之而不行 就方便吗 不算什么 反正待会人家扫地就扫掉了吗 就是有这样一个想法 所以没有一个严格的道德 不要问别人的眼里你是谁 问问看你自己 夜来人静的时候 你用自己已经听闻的道理 来审查我们自己现在的言行举止 到底是进步 还是停留在原部 甚至是退步 没有人比我们自己更清楚 所以有德思弃 我们的德如果修得好 别人自然认同我们 就一道同风 我们如果自我的修养做不好 而只是不断地讲仁义 说道的 告诉别人道有多好 说服力是不够的 所以孔夫子的八条目 要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前 是先刮自己的胡子 改我们的习性跟秉性 当我们修得很好的时候 天道无情 常与善人 这句话就是儒家讲的 大道无情 为德是否 为德是否 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 处处不与人真 取则权 网则直 挖则赢 好像会有的时候 被一些外面的逆境 给逼到无路可走 你在现象看起来 他似乎已经走到一个什么 一个最大的挫折里面 可是因为他有德 所以总是在最重要的关头里面 老天会伸出援手 这个叫做大道无情 常与善人 与就是给予他一个助力 秋长春秋道长的修为 小二无数悔 大二七十二 每一次都在濒临死亡的时候 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 躺在河流正中间的大石头上面 眼看一口气不来就要死掉了 总没有人救得了你吧 可是居然从上流 飘下一颗桃子 飘到他的旁边 不继续飘了 天的作用很大 所以天虽高 人在行进的时候 不得不低头 我们真的了解 天道的硬作 看似如此宽松 但是在检查所有万物之灵的人类的一切的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他是没有任何漏失的时候 您就会了解 过去我们读了一个典故 有人送礼给杨正是吗 夜来人静 送礼给他啦 没关系啦 都没有人知道 你就收下我送给你的红包 杨正好像讲 谁说没有人知道 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 怎么会没有人知道 如果我们对于天道 见察人的是非善恶 是如此的细微 密不透风 你在起心动念 行为造作的时候 你敢不谨言慎行吗 所以憨山大师讲一句话 失而不取 我只付出 我不责求别人 我既善于 人不语 天必以资 你做到自己该做的 德性培养好了 别人还不知道你的好 老天不会亏待你 所谓自天幼之 极无不利 所以阿难问 是佛其兄弟里面 佛陀也讲啊 一个有戒德的人 持戒严谨的人 尽管世间的人不知道 但是天龙八部 鬼神敬佩 暗中庇佑 他就无往不及 跟这段话一样 所以起常人所意 之之灾 人还会有见不到人的时候 走到荒郊野外 不见人烟呢 可是你走到哪里 头顶一片天 脚踏一片地 你躲不够 躲不过天地的什么 一个监督啊 如果了解到这一点 最后的仲裁者 是属于天道 而天道是无私的 我们只要修德 来配天地 那么迎向我们的未来 都是美好的 所以我们就在行进的过程里面 凡事但求尽己之心 我做了没有 我不去考量别人 你不去考量别人 你还需要想方设法 去迎娶别人的欢心 来认同你 来赞美你嘛 就不需要啊 明星自然归向给我们 谢谢大家